6月14日晚 一个叫艾凡了味的微博ID 在回复别人的评论时爆出两张床照 照片中原以似吴亦凡 这个博主原本只有一条置顶微博 内容是一个回忆仅此而已 现在已经清空微博 6月14日 一位名叫小俊娜发微博爱特吴亦凡 自称是吴亦凡女友 晒出疑似聊天记录 她写道 从温哥华到多人多到上海再到北京 在这些人生地不熟的城市 我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 每天一个人在家抱着手机等你消息 可现在你却消失了 微信不回电话不接 你不记得你曾经说过的话了吗 就算要分手也要给我一句话 玩消失算什么 随后有吴亦凡新女友曝光 温哥华96后的妹子报道流出 随后吴亦凡工作室发声明 表示近来发现微博又酷散播 及捏造未经证实的谣言 传播吴亦凡女朋友有关的不识信息 工作室受吴亦凡先生委托公开发表严重声明 声明中表示网传女友知识纯属虚构 该行为严重侵犯吴亦凡的名誉权等合法权益 扰乱吴亦凡的正常工作与生活 将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追究责任